我用我的就好了 等一下 就是它這邊有按鈕 然後用藍牙連線 然後這是我的燈 這個 然後 我按開的時候 等一下 就是我按這個時候 燈就會開 然後它也有其他功能 像有音樂 這個拿起來就會有音樂 然後 然後它就是 也會這樣閃爍 所以就是一個讓手機變遙控器的概念 對啊就是比較方便 你可以拿來當夜的 如果要睡覺直接用手機關就好 然後它也有這個 它就是比較古古的造型 這個就是手機架 這個就是手機架 就可以這樣 這樣 這樣 它可以這樣放 然後這個是書籤 還有這個小燈 這個燈就是可以這樣 這個會發亮 很可愛喔 好 這裡可以拿一張小燈 好 這個這個是我的手機架 這個可以這樣 這個是我的手機架 這個是我的手機架 居家安全這樣 然後就是 像保全公司 就是保護你們家這樣 假如今天 因為我們每個門都有做一個 算機關這樣 假如今天有小偷啊 等一下喔 進去床進你家 先上鎖 然後假如今天有小偷闖進你家 他就會叫 警報就會叫 就告訴你說 有小偷進來 然後像現在警報叫 你可以 就是用手機關掉 把它解除警報 也可以用按密碼的 然後我們這邊的就是 門的開關就是 做 算是磁鐵的磁力感測器 這個正方形 這個就算磁鐵 然後旁邊這裡有感應的 所以今天當門 當門這樣被推開 他感應不到 他就會在你叫 然後 像我們現在關起來 也可以按密碼 他就解除警報了 然後像這個門啊 這個門它裡面 會有一個 就是 動作感測器 就是感應你人 走過去 他就會亮 所以今天小偷 今天一樣進來 他就也是一樣會 警報也是會叫這樣 然後我們這些像鐵門啊 他也可以用手機控制 這些都是用手機可以控制 電機也是可以用手機這樣 都可以讓他自己完全用手機控制這樣 然後這個門啊 就是 這裡有一個 雷射感應 就是 雷射這樣 這裡有一個發射雷射 然後這裡有一個接收器 所以今天當這個門開門 然後他擋到之後 保全也會叫 可以示範一下 現在保全關起來 然後現在門打開 好 他這樣被擋到了 他雷射照不過去 被擋到之後 他就一樣會叫 然後我們也是一樣可以用手機 就是把他關起來 對 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 謝謝你們的介紹 謝謝 都可以 都可以 那我們就叫瘋狂鴨鴨好了 就是呢 這邊有他的遙控器 然後鴨鴨可以做很多事 就假設他可以 唸唐詩啊 三字經 或者是 唱歌之類 那我們現在 讓他唱一下小蘋果 有嗎 卡住了 卡住了 他怪怪了 這裡這裡 你要講話 欸 快掉了 怎麼會沒反應啊 還是跳針 欸有了跳針 然後就是這樣子 他就可以 就是用遙控器來控制我們的鴨鴨 他也可以前進左 呃 對對對 呃前進 等一下然後現在可以前進嗎 等一下 他會轉 他會動 還會動 怎麼可以這樣 那可以請問你們為什麼會想要製作 就是 這個作品 製作這個作品 就是 玩 劇嘛對不對 就是就 看到很多玩具啊 然後就想說 把他們全部結合在一起這樣做起來 然後再用遙控器控制一定會很好玩 然後我們就做出來了 那可以順便介紹一下這個東西嗎 還是 他們是 這台就像 這是一個那個 衣櫃的那個 那個 除濕箱 然後這邊呢 它有顯示我們現在的溫度跟濕度 然後現在就用濕的衛生紙來模擬一下 只要它的濕度到60% 這邊的東西 就都會啟動 我們有風扇 有臭氧機 然後下面還有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細膠除濕顆粒 然後我們等一下那個數字 然後那個在 電熱片在加熱的時候 可以在上面滴精油 或者是用芳香包 這樣子它就會有那個 除湊的功能 所以它是自製的除濕方箱機 這樣 然後就 呃 它的大小就大概就是 A4的紙嘛 所以說 你只要你的書 那個抽屜啊 或者是鞋櫃 衣櫃等 就是都可以用我們的 這個作品 就是很方便這樣 然後快要60%了 然後現在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都打開了 呃 然後就是 這邊的臭氧機 就是它會釋放臭氧 這樣的話 就可以有一個殺菌的功能 這樣子 那藍色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它的 Arduino的那個板子 就是它是 控制它的這邊的那個 呃 應該算是 算是自動開關吧 對不對 對就是這樣子 好 好謝謝 謝謝你們的介紹 那我們是大會的採訪族 那請你介紹一下 你們的作品 就 這一支是我們的作品 瓦莉 它就是 有14個光明鏈組 然後 利用光來控制 然後 就是 光照到它就會動 然後每 總共14個 都會有不同的動作 然後 就是這樣子 十四個分合動作 然後裡面還有兩個就是 比較特別的 就會 不會掉下去 然後今天早上就是 有人不小心把它 一隻手中斷了 就這樣 那你為什麼會想要做這個作品 嗯 這就是剛好在前一年 比賽用到了 然後 今年再把它修一修 重用一用 然後就把它帶過來了 所以這是 你們上課的時候 老師教的嗎 還是這是一個社團還是 也不算是社團 就是臨時組隊出來的 所以你是本來就對這個有興趣嗎 是啊 好那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謝謝 你好我們是大會採訪主 那請你介紹一下你們的作品 我們是那個 我們是那個就是 B1 B機器的 就是 一分鐘之內 看誰按比較多下 按最多下的就會把別人壓下去 壓下去的人 那一方就是贏的 大致上就是 我們要設計那個按按鈕 就是 可以就是從 就是不用接電腦 我們有把它燒在這裡面 我們把程式燒在這裡面 然後用一個開關 按下去就 重新開始 這樣 所以這些程式 都是你們自己寫的嗎 對 沒錯就是自己寫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做 因為 我們之前看電視上 就有在玩 然後我們下課 也有在玩 好 所以想要做 對 好 謝謝 謝謝你們 可以請你們介紹一下 你們的作品嗎 我們這邊是那個 兩個組 一個組是利用藍牙控制 這個機器人 然後用手機控制 就是像這個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在上面 可以做任意的 自由的前進 後退 左右轉彎 另外這一組 是循跡機器人 就是利用這個 紅外線偵測 這邊來 這邊 紅外線偵測 對 利用紅外線偵測 然後沿著這個軌道 黑色的軌道可以運行 對 然後因為我們金門來了 所以設計金門的觀光公車 以及金門的觀光腳踏車 這樣子 對 好 那你們為什麼會想要做這樣的作品 因為就是符合在地的創意這樣子 OK 所以它是一個 就是可以跟觀光產業結合的作品 跟觀光結合 對 對 好 謝謝 謝謝你們介紹 謝謝 謝謝 我們是斗南國小的 那個創客課程的一個展示 我們在六年級的創客課程裡面 我們準備了很多作品 他們在畢業要發表他們的作品 對 像這一個是打鼓 這個是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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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摩天輪 這個是小精靈 其中這兩組作品 我們在台北那個Maker Fair 2016 我們有參展 對 這教育部長也來看過 那這一個小精靈的部分 他們是用四伏馬達 控制 讓他做出這一個 他 要吃小精靈的那個動作 對 那這個是摩天輪 那這兩種東西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 這個如果他們用手作的方式 我們就同意他用手作的方式 那這個摩天輪的結構比較複雜 如果他用手作的話可能沒辦法 所以他 我們同意他用3D列印來表現 對 那這個也是用手作的 這個打鼓的部分也是用手作的 那透過Arduino的程式去控制他四伏馬達的角度 然後完成打鼓的動作 我們學校的那個創客課程已經大概兩年了 大約兩年 對 那今年在六月份呢 有一個成果發表 畢業生將會有大概四十幾組的作品 那用光啟動的方式來串聯 對 到時候歡迎大家來看 謝謝 我們最主要是這一個 那因為我們學校在這邊 這是往六清的最主要道路上 那因為六清他們員工上班的時候 會有時候會闖紅燈 那影響到我們老師糾察隊的安全 那於是我們想說 是不是利用火車評價到柵欄的觀念 那他有在準備轉黃燈的時候 就照亮慢慢放下來 那所以他們在通過的時候看到照亮放下來 自然就會減速然後停下來 那保障我們學生的安全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學校目前要推的課程 那就是要讓學生先認識 先認識他的各個感應器 那比如說要從LED 那讓車子動 然後再來那個硬波的感應器 那我們現在目前推的課程 放課的課程是以這個為主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你介紹 我們的作品的那個基本架構 是用Arduino這個開發板來做 然後上面有一個光免電阻 光免電阻 當我們的手上去的時候 我們的手就好像那個哈利波特這樣子 就有一個魔法 讓下面的LED燈會發亮 那我們小朋友在操作在玩的時候 可以兩組一起比賽 讓全部的六個或者五個LED燈 一起發亮的時候 它就會全部一起閃爍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玩具 這個是叫做神奇魔法石 那另外這一個作品叫做炫光衛魚秀 用Arduino來做它的核心 那彈珠滑過去的時候這個燈就會亮起來 那每一層每一層就引發一層的那個LED燈 同時來發亮 那到最後的時候 LED燈五組的LED燈會一直做一個變化的這個 那請問就是所有的同學們一起想的 所以那個就是魚是他們做的嗎 對啊一起做的 這一個作品是大概一年前參加 發明家大賽我們得到第二名 然後得到網路票選的第一名 對 然後荷蘭總公司的工程總監 城市設計的總監 專程從荷蘭來到台灣 頒贈一個獎品給我們 就是這兩個作品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你們介紹 這個原本有球 然後我們要從後面把它丟進去 但是球被我把它用不見 把它丟到上面去了 然後我們是以火車為主題的 好 然後這車子 這車子就有點像動力車之類的 往前推它就進去 然後這樣就過關了 就真的非常的簡單 就真的非常的簡單 所以它的重點是 把球丟進去嗎 對 丟進去然後會怎麼樣嗎 沒有 就是這樣 就過關了 那為什麼會想做這些作品 因為 說明他喜歡打籃球 又喜歡火車吧 好 謝謝喔 謝謝你們介紹 然後我們是動物運動會 對 然後我們要比賽跑 有四種動物 一個是螃蟹 一個是貓貓蟲 一個是恐龍 一個是蝙蝠 然後蝙蝠都要上下移動 然後 然後 可以示範一次給我們看嗎 蝙蝠都要這樣子上下移動 然後這個螢幕就會動 然後恐龍就要一直踩這個 其實他們每個動物都有一個自己的東西 要動這樣 對 然後毛毛蟲的話 對啊 就要這樣子動 他才會動 好可愛 那這些都是你們自己畫的嗎 對 可是老師教你們怎麼做這個動畫跟這個 你現在幾年級啊 現在三年級 所以以前就會做這些東西喔 他會花很多的時間嗎 嗯 還好 這是老師上課的時候講嗎 對 好 謝謝啊 謝謝你的介紹 這個作品呢 他主要用到三個感測的元件 一個是NFC 它可以感測到它裡面的ID 然後所以就可以更換角色 好譬如說現在這個放下去 它就是一隻貓 好如果我換成熊 好他就變成熊的角色 然後第二個 他有運用到磁力感測的魔術 所以我放上去的時候 好他會根據我旋轉的角度 好他偵測那個磁力的改變變化 磁場的變化 然後去做角色的旋轉 好再來第三個 他用到的是那個聲音的感測 好 所以我如果不講話的話 因為現在太大聲 他應該是不會發射子彈 他是利用音量 利用聲音來發射子彈 不是 他就是靠聲音來發射子彈而已 他就是一個偵測子這樣子 然後如果蝙蝠 把這個保護殼全部吃光 他就會死掉這樣子 這都是小朋友的發想嗎 對 這小朋友自己做的 對 對 他這個小朋友昨天做到很晚了 因為這個NFC的感測模組 兩天前才拿到 對 他就馬上把它加進來 他請問這旁邊的這個是 這個 這個 這個美好你可以講嗎 因為我不知道他怎麼做的 沒有人知道他怎麼做的 反正那小朋友 那還是先看旁邊的 好 好 我們去找小朋友了 這邊的 他去找大衣丸的 那個呢 那是一種的 你介紹 你介紹 我介紹 這個 這個 這個嗎 你講一下吧 等一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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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畫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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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怎樣 就是按綠期開始 這個可以左右移動 好 這個可以換車 然後這個可以前進 好 然後 救護車可以救人 然後警車可以抓小偷 然後呢 通過這個之後你就移動 然後呢 心三次都死掉之後 然後呢你就輸了 還有 撞到小狗跟老人的話 你會先被關到警察局 差不多約十秒鐘 只有十秒鐘 那我來一次給我看好了 好 那我給你按照片開始 這樣子 小心喔 這個切 紅色按鈕切換車子 切換成這個 這都是你們自己做的吧 對 對 對 那如果你撞到他的話 就會被這樣 然後被刮進去 然後被刮進去 然後有時候還可以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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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旁邊的愛心是什麼 愛心 你做到一次人就剪半顆 喔 對 好 剪完位子這樣 嗯 好 好 好 它就會這個 好 那如果 再換成那邊嗎 不用不用啊 那這個都是你們自己接的嗎 老師教你們接的 老師教我們接的 不好 這個是 可惜 高中縣 一跟你很積極 我是